燕道有个叫李子峰的教授 然后要申请一个学科的奖励 叫什么呢 这个项目是坚持唯物主义时空智能观 发展牛顿物理学 这事儿吧 当然大家都当一笑话 为什么呢 因为又是挑战爱因斯坦那套玩意儿 爱因斯坦能不能挑战 这没问题 对吧 自打相对论开始以后 那无数的科学家挑战过 然后都怎么说呢 反正都死挺惨的 但科学这事儿很简单 就是说它是可证伪的 你只要有本事 你可以推翻任何的科学的结论 因为科学不是一个说是极端神圣的东西 科学本身是好的 但是科学的理论有可能是错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们大概如果受过一定教育都能理解 对吧 都能理解 但是啊 挑战爱因斯坦这事儿呢 不光是这个 他干过这事儿 对吧 这个呢 从打纳粹德国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干这事儿 一般的科学科学家挑战爱因斯坦 这没毛病 但是以举国之力 政权之力去干爱因斯坦 这个呢 有几个国家干过这事儿 一个呢 是当年纳粹德国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 是前苏联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国 那就是我国 为什么 咱从头开始说啊 纳粹德国为什么干啊 纳粹德国这事儿呢 他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 而是你这个是犹太物理学 他就反这个犹太物理学 哎 安斯坦是犹太人嘛 对吧 同时倒霉的还有海森堡 这谁反呢 还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个叫菲利普·莱纳德 一个叫呢 约翰尼斯·斯塔克 这斯塔克您听着 是不是耳熟啊 就是那个漫威里的那个斯塔克工业 是一个性 但是那个可能没什么关系啊 这是平行宇宙的事情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他们反 说是这个一定是亚利安人的物理学 他把这个东西分成啊 物理学跟亚利安人的物理学 德国物理学 听着是不是有点这个耳熟 是吧 足球跟中国足球 哎 您听着是不是蛮有意思的 对 它是一个有德国特色的物理学 嗯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前苏联 这个呢 东西呢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聊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我国 是怎么反爱因斯坦的 文革之前反过一回 主要呢 是说这个 没有太多从科学上讲 他主要是说呀 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人呢 是这个叫什么 应该 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 资本主义的走狗 其实很有趣啊 就是说 爱因斯坦本人 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 他的思想倾向啊 更倾向于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这一套 但是呢 在那会儿 你入美国籍嘛 你跟美国那什么 你就是 你就是美国的这个 你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 哎 然后一个社会主义者 就被变成资本主义走狗了 然后第二波啊 是文革的时候 这个呢 反的是他的学术 就反他的这个时空相对论 然后 连带着反这个量子力学之类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啊 这得从根上说 这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啊 是这个马克森克斯 实际上 他们不能算是完全的开山祖师业 他们算是这个 最后集大城建了一个正28点门派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祖师 对吧 哎 所有原来跟他不一样的 比如说空想社会主义 然后呢 在他这儿呢 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叫做这个 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呢 自打一开头一出来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啊 视作这个科学代表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这个是科学的 发展阶段就是这样 奴隶社会 方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然后呢 共产主义社会 我这是一个线性发展的 他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他把自己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这跟他们当时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价值观什么的呀 和受的这个教育是一样 一致的 马克思先生呢 是出生于1818年 去世于啊 1883年 在他之前呢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认可了这个科学 以及包括这个牛顿的宇宙观 牛顿先生生存是什么年代呢 是1642年出生 1727年去世 就是等于是啊 这个等于是马克思他们受的这个教育 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科学黎明 或者是说黎明以后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的教育 那个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他认为啊 这个物理学的大厦 已经基本就盖旧了 你就已经盖好了 你后人所做的没有什么重大发现科研 他只能够对这个大厦进行修补 以及装饰 解决一些小问题就可以了 对吧 解决一些小问题就可以了 这个是当时啊 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想 您比如说这个就是 这叫什么呢 就是机械论的宇宙 你按牛顿的说法 就是说他你你给他一个点 他可以推论出条件足够 他可以推论出所有的这个宇宙的未来 和这个他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他像一个钟表一样存在 但是呢 这个无论是相对论 还是量子力学一出现 他发现这种决定论的 对吧 这个线性的这种宇宙 其实是不存在的 其实是不存在的 它在很多情况下不成立 那这就会发 这种东西 它就等于是 从科学上 刨了这个 机械论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根 科学社会主义的根给刨了 另外一锄头特别狠的是谁呢 是卡尔波普尔 他呢写了一本书 开放的社会与其敌人 其中呢提出了一个呀 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从科学哲学上 他说呢 可证伪的东西 就不是科学 就是科学 科学是可证伪的 你不能证伪 你就不是科学 然后我们反过头再看 您比如说科学社会主义 对吧 他能证伪吗 谁也没到社会主义 你没有办法去证伪他 对吧 他有一个社会科学 你社会的走向 你按他的这个说法 是一个线性的 或者怎么样 大家没法证伪 不像你无法证明 真的有神是 你也无法证伪这个神 有没有神 对吧 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按照这个卡尔波普的说法呀 这个呢就相当于 那个黑格尔那种神域 就是神说过 神说要有光 OK 好 你有光了 这哪说理去 对吧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证伪 在这种状态下呀 那等于是 等于是他反的是科学吗 不对 他反的是科学所带来的思考 关于科学 人文 以及社会的思考 这个才是他要反的东西 所以说呀 这些玩意儿一旦说 他拿过来了 就像当年前苏联理层科似的 对吧 他认为这个 就像我们 其实我们当年学这个进化论 其实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我们基本上都记住一个词 叫用尽废退 这个其实不是真正达尔波的进化论 或者演化论 这是新拉马克主义 这是拉马克主义的东西 用尽废退嘛 对吧 你用了 他就会那个进化 对吧 长颈露脖子 就是这么来的 天天伸着脖子去构 去构树上树叶子 所以它就变长了 我们当年学的 有一部分是这些玩意儿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实际上是突变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 然后呢 在生存压力下进行选择 自然化尽压力下进行选择 所以叫自然演化论 对吧 但是呢 李森科就不这样 前苏联这位 他就觉得这是对的 长颈露脖子就是这么来的 就有人当时还有个笑话说 说 那个您李森科老师 您把这个小白鼠一带一带切了尾巴 然后呢 后代他不是就变成无尾鼠了吗 李森科说 是啊 是这么回事啊 那那哥们都问了一句 那处女魔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你看这就扯了吧 是吧 一下李森科就破功了 对吧 这可能是一个很粗俗的消化 但是呢 这个蛮有意思 那这种状态下呢 就是说李森科就是用政治力量 去打压科学 对吧 那实际上文革第二次 第二次 那个反爱因斯坦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他最根本的就是爱因斯坦 以及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破除了这种线性发展 一定是这种走到什么样程度的社会 社会就一定会是这样的这种决定论 其实这种决定论 他其实你听着 他其实更像一种宗教 他不是一种现实的科学 但是他把自己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而已 你知道吧 所以啊 在这种状态下 你不反他等什么呢 对吧 他掘你根啊 这个一哗就把你根给跑了 这是反他的时候 那后来啊 就没法反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应用 他都用得着这些东西 就验证的越来越多 然后就变成什么呢 你既然反不了你 我就要让你唯我所用 比如说这个我们非常著名的合作修教授 对吧 就干过这事嘛 干过这事干嘛呢 就是这个用这个量子力学来证明三个代表的正确性 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吗 这不就用上了吗 这就是用法 这个焉大这位李老师啊 他呢 也是以此为用 只不过呢 目标找错了 你现在去拿着把那个三八大盖去冲这个物理学的这个量子力学啊 这个相对论这个基础啊 正经说你确实有点自不量力了 你做不到的事情 对吧 那但是呢 这种情况 你以为他没有出现吗 不他是出现了的 他是出现了的 他只不过没有表现在这种明显看出是闹剧的这种状态下 明显闹剧 您比如说吧 现在这中医这事 对吧 依然是这样啊 依然是这样啊 他就是不说你这个东西实际上有问题 但是就得说好 这个呢 无数的这个学术上的东西已经证明了这个毒性啊和这个不确定性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效应啊 这个中医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哪怕你是你肺炎炎药也好啊 你是怎么着 但是不行 不行 他就一定是要把这个中医这个东西给他 哎 用政治上的手段固定下来 为什么 这是牵扯政治 这是传统文化 我们要证明自己比别人高 比别人好 证明我们是老钱 对吧 我就是那个 我就必须得找一个东西来建立自己的自信 那中医就是习中之一嘛 是不是 那明知道它有问题 但是呢 依然还得必须得用 这就是这个原因 那 您自己想想看 这种情况跟亚利安人的 物理学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是没有的 都是要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自己种族的优越性 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对吧 只不过 这回李老师扛着这枪冲的有点过 然后呢 被打回来了 今儿我一看新闻 哎 这撤了 对吧 这撤了 原来呢 也被曾经听过课 但是 这种思维模式一直是存在的 这种行为模式也是存在的 只要你说 这个政治侵入到科学 对吧 那有句话吗 科学是没有祖国的 没有国界的 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可是 这个祖国 它不能够去妨碍科学的发展 科学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对吧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可政委就是科学 不可政委就不是科学 这个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把它跟这个政治一联系起来 那你还哪有学术呢 你还哪有学术可言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好 谢谢诸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